来看国立收水国港学生很厉害 在第54次全国纪念的经济当中 提到三民金牌 三民银牌 六民铛牌 和家族的好成绩 学生也从总统练成立的手中 提到集体 送组 请人做的金牌 典显出收水国港纪念学习一条两位优秀成果 第54次全国纪念经济 收水国港的学生也从总统练成立的手中 接下请人做的金牌 集水国港纪念学习一条龙 我们在技能学习这方面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也提供我们的同学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在各方面的技能竞赛方面 都有很好的成绩 那在今年的全国竞争竞赛 成绩也非常的亮丽 包括我们有三个同学得到金牌 三个得到银牌 六个得到铜牌 那其他还有五位得到第四名 一位是第五名两位加座 总共有20个同学获得很好的成绩 那在这个有这么好的成绩之外 其实我们不是只有选手的成绩很好 我们在技能检定方面成绩也非常好 今年的毕业生我们总共有123位同学拿到 以及技能检定的这个征兆 也是表现非常的亮丽 所以学校在投入这个技能训练这一方面 是非常的用心 那也期盼着这一类孩子经过这个技能训练之后 对他往后的升学就会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修飾到江东后 也拿到学校的后期来到台中 典型最后的事件 回到学校 还想也来感谢老师和学校 无所奉献和资得 让他们会当中的金牌 拿回到学校 我要感谢秀水高中 让我有这个机会的人 参与这个集体创作 那我也要感谢指导老师 那每天教导我们 也要感谢我们队友 然后这样陪伦我们 我们这样才能一起拿到第一名 选手们比赛的是集体创作的职类 他们训练的过程大概持续了半年多 这个中间过程 因为这个职类是一个团体的 三人小组的竞赛 所以团体之间的默契是很重要的 在这段时间的话 他们彼此之间也付出相当的多 彼此之间也经历了很多的磨合 才能有今天的成绩 另外一个就是要感谢我们学校这边的话 在经费这一部分的话是 大力的资助 所以让他们在训练过程中的话 没有后库之忧 最多的这几年 在这个既的竞赛表现很优秀 除了好好导致大量的资源 加充火加好优火 大量的收听 也是成功的关键记忆 今年最多的这几天 可以在全国纪念竞赛当中 带到三民金牌 三民金牌 六民当牌的好成价 专下的寿生都很高兴 对中众的竞赛来说 也是一世人的营业 既能学习一条路 秀水高功 大 大中华新闻 林国英秀水 蔡宏伯德